奧地利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音樂 經常被看作是古典風格的成熟和典範之作 而一幅莫扎特童年時期的珍貴肖像 星期三就在法國巴黎家世的拍賣會上 以400萬歐元或大約1800萬令吉的添加落錘成交 比拍賣行早前設下的80萬到120萬歐元 預估價位還要高出三倍 這一幅堪稱當今僅存的莫扎特同年時期寫實 是《肖像話》名為14歲的莫扎特在維羅納 專家透露 莫扎特童年時期的肖像 大部分都有被理想化的痕跡 而這次拍賣的作品是莫扎特肖像中 為數不多的寫實作品 真實呈現了這名音樂神童的神情 肖像話中莫扎特的臉龐透鏡 有光澤 他身穿大紅外套坐在大健勤前 動作自然 放鬆 彷彿隨時開始演奏 如果仔細觀察 就會發現 琴架上的岳浦市維羅納快白極大調 告訴你啦 瓶子維羅納快บ條 踊在這裡 強調 制復 靠